那我们做巡护 那还有物种监测 植物的调查 那个森林防火也是我们的工作重点 就是我们会拿在地的产业来 跟环境交易结合 然后让游客来体验 我们恒春半岛海水产生出来的海盐 因为海盐在恒春半岛 其实是一个非常古老的文化 自从有第一个居民在这里居住 他们一定要找到食物 那外面取的资源很困难 所以他们就一直在我们恒春半岛的交源区 去取到这个海盐来使用 我们还会做路沙的记录 其实我们刚要做路沙之前 就已经有很多的路沙 只是我们没有好好去做记录 所以我们是希望可以做一些监测跟记录 那未来我们对路沙的这个部分 是不是有比较有效的方法 通常我们放这个空壳 就是帮雞雞蟀株跟换家 就是我们在夜晚大概六点半进入这个地方 因为这个时间点 只是雞雞蟀要出来觅食的时间跟换壳的时间 雞雞蟀它有一个习惯 不能用杀 杀把它分开了 他们很喜欢系在一起互相抢壳 我们一年大概会放五六万颗的壳在这里面 这个也是因为我们在新所海岸的时候去发现到的 所以我们就今年做稀有植物的监测 其实因为我们一般的民众都不知道 森林其实是人类的救命的一个非常基础的一个共生的好朋友 所以我最希望我们以后可以慢慢的去讲讲海洋跟森林 就是共生的共荣 这样一个环境教育